新闻来源快科技 快科技9月25日消息 大数据云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力要素 目前5G通信和工业信息通信都依靠光纤网络进行传输 而光纤作为这条数据高速公路的路基成了尤为重要的产品 20年前我国光纤主要依赖进口 一公里光纤的价格能达到2000元以上 而现在我国自主工艺进行优化 极大降低了光纤生产成本 目前一公里国产光纤的价格只需要30元左右 这中间的价差超过了70倍 光纤生产的工艺设备和软件上的优势 让光纤产品创新成为可能 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一根光纤有8条光通道 这就是8新光纤 如果把单新光纤比作一条多车道的高速公路 多新光纤就意味着在同一条光纤内 驾驶一条立体高架桥 每条路都能跑不同的车 这意味着可以在更小的体积内传输更多的数据 它的传输速率可达到千万亿字节每秒 还有一款产品叫空新光纤 就像是太空中的无阻尼数据传输通道 内部是真空状态 可以让搭载着数据的光信号真正接近光速 根据工信部2021年发布的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 要扩大千兆光网的覆盖范围 到2023年年底 全国将建成100个以上千兆城市 实现城市家庭千兆光网覆盖率超过80% 全国家庭千兆光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